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阮木华 很高兴在这边 跟各位再次见面 大家来看我的听阮大哥的 那这一次我们的直播 也是我们在虎年的 最后一次直播了 同时我们会到兔年 才会重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 也就是到1月30号 这个台股开红盘 那大家都知道 明天就是封关了 明天封关 非常有可能会封在1万5之上 那这一个波段台股的涨势 还是相当不错 跟着美股连续涨了两周 那我等会跟各位报告 到底在涨什么 好像有一个跨年的 很神奇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世界一切都没变 只不过都变的是人心而已 那股票市场 往往就是翻脸跟翻书一样 这个人心一变 市场的情绪就变了 也很可能后面又会变回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投资上面 也不用太过的紧张 或者说太过的乐观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说 有一招十年不败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说 我最近的投资 也做了蛮大的调整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那在跟各位报告 这些事情之前 先跟各位来拜个早年 我们这个兔年 希望大家可以 扬眉吐气 希望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 在兔年有一个非常好的 very good year 同时我们希望 这个世界和平 两岸和平 人类远离战争跟暴力 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中心期许 也希望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大家我们电台的好朋友 大家身体健康了 整个兔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年 不管是在健康或者财富上面 都非常好的一年 那同时我们在新年假期期间 丰富的直播节目 听卵大哥的 我们会暂停一次 我们以后到1月30号再见面 刚刚各位报告 开红盘当天 我们会有一个直播 还有我们news98广播电台的财经节目 财经一路发就是我的节目 大部分也都是精彩回顾的 特别节目的安排 那推荐大家 推荐我们所有的朋友 有空可以多到财经一路发的podcast 来听听这阵子 节目中的一些总经也好 财经的分析也好 相信大家对新春开红盘后的行情 会有所掌握 财经一路发的podcast的万用连结 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以在直播影片下方的影片资讯栏里面找到 我们兔年再见 当然这个不是现在就要结束直播 马上要跟大家讲说 到底最近行情到底是什么一个magic的变化 这个跨了一个年好像什么事都改变 尤其金融市场 这个走势非常的好 这个美股连涨两周 我们看到台股也是连涨两周 非常有可能 明天也是封在一个不错的行情下面 那么可以看到道琼指数 这个一月以来 涨的幅度不算太大 但是你也不小 涨了这个3.5% 各位可以看到道琼现在目前的月线 是呈现一个红K棒 那去年12月当然是跌的蛮惨的 一个黑K棒 很多人会问说呢 到底今年一月在涨什么 我觉得主要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我们常讲说股票上都有一个圆月效应 对不对 这个一月开始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新气象 所有人全世界的人都希望呢 摆脱前一年的不好的一些运道 那展开新的一年 所以新年都有新希望 所以有一个新气象 都有一个所谓的圆月行情 圆月效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 就美国的科技公司 跟美国联准会啊 在利率决议之前 有一个空窗期 这个空窗期呢 就促使了这个股市连涨两周 这个时间没有太多的科技公司 坏的财报公布 那我们一起后面恐怕会有蛮多的坏的财报 要陆续出炉哦 这等一下跟各位讲哦 那所以在这个空窗期下面 在联准会2月1号 这个利率决议之前呢 有一个空窗期 再加上哦 那12月哦 这个股市跌的蛮重的哦 不管美股台股 整个12月是一个很明显下挫 一整个月的行情 那经过连月的下跌之后呢 一月做一个反弹 也是蛮自然的一件事情了哦 所以这些因素都是我认为啊 哦 促使啊 一月啊 连续两周上涨主要原因 但是呢 我觉得下面这个因素是更重要 什么因素呢 就是市场现在有个热观氛围 哦 认为说呢 最近啊 美国公布出来的通膨数据哦 有利于啊 美国联准会啊 哦 结束升息哦 包括美国前财长 Summer 都讲说呢 这升息已经接近尾声了哦 也就是说今年升息到相对高位之后呢 利率停留一段时间后面就要降息了 市场有个这个乐观的预期跟氛围哦 所以呢 促使了这个股市啊 出现了一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转变之下的上涨 但是呢 这会不会是过度乐观呢哦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哦 大家可以看到道琼的涨幅是百分之 呃3.9是1月以来哦 纳斯阿克涨更多了 涨了快6%啊 涨了百分之5.85的幅度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整个纳指的现行啊 如果就这个月线来看 它仍然是呈现哦 这个相对比较疲弱的格局 这科技股相对还是比较疲弱的哦 道琼已经回到了高位附近了哦 但是呢 纳斯阿克指数啊 离他的最高点 16200多点呢 远远还差距大段的一个幅度了哦 而且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不管是年限啦 或者是说两年限啊 都呈现是盖头反压的一个情况 可是你可以看到道琼不一样哦 道琼他其实已经是站在年限 跟两年限之上哦 所以美国的这个价值股跟成长股啊 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哦 那但是呢 这一个波段的反弹 却是成长股弹得比较凶了 尤其是费半指数涨的更大的幅度哦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费半指 刚刚谈到了哦 这个1月以来 他涨的幅度更大 他居然涨了一个两位数的涨幅啊 涨了百分之10.6的幅度 这个费半指呢 也是去年跌最凶的哦 四大指数跌幅最大 达到百分之36哦 道琼跌不到10%哦 那标普跌百分之20左右哦 纳查克指数去年跌了33%哦 但是呢 远远都啊 这个不及费半了36%的一个跌幅啊 那各位可以看到整个1月呢 费半呢哦 应声反弹了10.6%哦 所以可见跌的深啊 这个弹的也够力 不过你也可以看到费半呢 也不过就刚好谈回了这个年限反压所在的位置哦 他的年限呢在2827点 那在上周呢 他收盘在2800点呢 所以他也还没过年限哦 更不要讲这个两年限呢 是横跟在上面哦 所以呃半导体股票呢 要能持续的往上反弹哦 我看是有一段路要走了哦 不要先看的这么乐观哦 那另外呢 标准普拉500指数呢 今年以来他涨了百分之4.57哦 你会发现哎 果然跌的比较深的板块哦 他弹的幅度也比较大哦 相对呢而跌幅较小的板块 像道琼他弹的幅度 在四大指数里面是最小的哦 所以股票上也很满 常有这样一个状况哦 先跌先涨了 谈升呃跌升这个强谈啊 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好 那我们来看到除了股市上涨以外 今年呢有一个金融商品啊 涨的是特别凶 有一个资产价格就是金价哦 这也是我去年 有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 我个人也挺看好的哦 就是贵金属今年的表现 原因很简单哦 因为呢去年美国联准会升息啊 425个基点啊 又升息17嘛 把利率呢从0拉到4.25 金价都没跌了 他全年只有跌一趴 那今年呢如果预期是降息 或者升息到尾升了 那金价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而基本面哦 利空面可以把它打下来呢 哦再加上最近美元指数 持续的回落到102点哦 从去年的高点114点 回落以来呢 他已经回掉了10%的一个幅度了哦 所以看起来美元是要走空了哦 那在这样环境下面呢哦 我想这个金价呢就有很强力的 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条件哦 各位可以看到呃 在1月哦 金价涨了5.3%的幅度哦 所以黄金也涨另外呢 美债也涨哦 这个美国十年级国债值率呢 从年初的3.88哦 接近3.9呢 跌到了3.5哦 最低还到过3.4左右哦 那发现美债值率呢是往下走啊 那我们都知道值率往下走 代表价格往上升 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两周来 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在涨啊 包括比特币虚拟货币都在涨哦 几乎没有下跌了 那这种啊所谓 所有资产价格都在涨呢 就有一点是在修复去年啊 这个呃大跌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一个反弹修复了哦 他可能还不是一个回升啊 或者是说呢真正落底的一个讯号 哦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呃 我们刚所讲的呃 呃圆月行情所架构的几个因素哦 这些因素啊有一点进花水月啊 也就是说呢 他随时有可能会被戳破的哦 那一半一旦被戳破了 那是市场行情啊就要告终了 或者说呢做另外一个方向啊 呃最主要原因 我就刚刚各位报告了 就是市场现在目前预期联准会很快要降息了 那这个预期降息所 呃基于的几个理由呢 是第一个通膨已经明显下降 第二个呢美国可能后面经济要衰退哦 哦那失业率会明显上升啊 哦还有就是企业的财报 各方面企业的获利都很明显会出现问题 那那在这样的一个预期之下呢 呃经济既然出问题了 联准会当然就不可能啊 哦一直把利率维持在这么高的水位啊 哦后面势必要要要要回降 哦所以你看到呃当上升了这个425个基点之后呢 今年预估利率大概还有两次往上升的机会 也就是说二月跟三月各升一码哦 升了0.5个百分点之后呢 把终端利率拉到了4.75到5哦 这个中性利率大概4.7哦 这样4.9这样一个水位之后呢 后面啊市场现在预期啊 哦18个月内哦18个月内 美国的利率呢会从4.9哦 跌到了3.01哦 3.01也就是说会下降啊达到200个基点啊 哇这可是一个大降息啊 哦那下降200个基点呢就促使了最近啊 你可以看到不管美债的殖率往下掉了也好了 或者说呢呃美股的一个谈升也好了 都是在这样子呃呃这样一个气氛之下 但我要跟各位报告啊 这有点进花水月啊 因为是市场预期不代表真的会成真啊 哦而更何况呢 跟联准会的看法是很分歧的哦 因为联准会一旦一再信誓单单告诉大家说 呃这个高档的利率啊5%左右会维持到今年底 那怎么市场预估呢在18个月之后呢 利率就会降回3%呢 哦这个会不会过度乐观呢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过度乐观 为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失业人口并没有明显上升 美国现在就业市场其实是蛮吊诡的哦 你可以看到他失业率掉到3.5 从3.7又回降到3.5 这创下50年来最好半个世纪来最好的一个就业情况 哦那他的这个失业人数呢 各位看到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哦 失业人数呢大概在220万左右 那失业人口没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之下呢 职位空缺跟失业人数呈现一个巨大缺口 那职位空缺数我们看JOLTS啊 这个联准会非常重视的一项 呃在就业市场的一个指标 现在目前呢职务空缺还高达1000多万人 虽然说他明显有连月往下掉了一个状况 但是呢呃他跟整个失业人数 就是我们刚讲200多万人中间还存在一个巨大缺口 那这个巨大缺口呢 基本上呃不容易一下把它收敛掉 换言之呢呃也就是说呢 美国就业市场在服务业的部分 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还是这个一个工作等了好几个人啊 那既然是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这个服务价格就很难下降 如果说服务价格不容易快速而且大幅下降的话 那核心的PC呢就不容易大幅的下降 那核心PC不容易大幅下降 达不到联准会这个放心的一个程度 联准会讲了嘛 他什么时候才会降息 他一定要很有信心的通膨会回降到2%的情况之下 他会降息 那如果联准会没有信心 他当然就不可能大幅的降息 所以市场是不是有点过度乐观了呢 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是有点有点这样的一个味道 不过呢我们常讲 有也许市场是对的 为什么讲说市场是对的 呃现在目前不管是利率期货 或者利率掉期都显示说呢 呃今年下半年就会启动降息了 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国债之旅 确实也呈现这样的状况 不管两年期十年期三十年期的国债之旅 都很明显的穿越联邦基金利率往下 这条蓝色线是联邦基金利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不管红色线 黑色线 黄色线 它就是两年期十年期 跟三十年期国债的利率 你可以发现它都穿越了 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往下 那过往的经验是这样 当它前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那时候 它穿越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往下走的时候呢 就代表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升到一个顶部了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有可能它就是一个顶部 那它如果升到一个顶部 后面当然就是一个降息的一个机会了 那这个呃就看市场是对的 还是联准会是对的 我想联准会不会错的啦 那市场会不会过度乐观呢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持续要观察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如果说这些利率持续的往下掉 然后呢联邦基金利率压的不动 那当然可能会是市场是对的 那难保说这些利率往下压了之后呢 又往上升 那这个恐怕就会是市场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也是会可能会造成这个美国经济硬着陆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通膨掉下去之后 再快速的往上升 创下另外一个高点 那这也就是1980年代 保罗沃克在当联准会主席 当时所曾经出现的状况 当时保罗沃克停止升息之后呢 这个通货膨胀快速的再往上串升 而且升的比先前的通膨还高 那导致了联准会再次的大幅拉高利率 拉的比先前还高 造成了经济的一个重创 所以联准会现在目前也是担心这个事情 那既然他担心这个事情 他就不可能过度或者过早放松利率 这件事情我觉得呢 现在目前市场认为下半年就要降息 就反映出来相对热观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联准会跟市场 现在目前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了 那至于说市场对还是谁对 这个我们就持续来看 那另外呢你可以看到核心物价 虽然说往下掉 这个蓝色线是核心PC 他虽然明显往下掉 但是呢他仍然高过两年期 国在殖率 存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缺口 那也就是说如果核心的这个PC 掉的不够快 两年期国在殖率势必也不可能再次的 而且明显的大幅下降 那我们过去可以看到 两年期国在殖率大幅下降 伴随着核心PC跟核心CPI 明显的年增率往下 或者月增率往下掉呢 都是在经济衰退时期 那也就是说后面非常有可能 经济出现衰退 那这个经济会不会衰退呢 就是今年金融市场另外一个 关注的主轴啦 那我觉得这个经济衰退 我就像上一次我的直播讲说 应该是百名的 应该是百分之百的 只是说衰退的一个程度 跟幅度的问题而已 那至于说最后要跟大家讲说 这么多的总金数据 其实呢也很难研判 也很难抓得准 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做 我们的投资决策呢 我觉得有一个不败策略 这个以不变硬万变 是一个重要的我个人在决策上面 在投资策略上面的一个思考点 这也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 我最近也做了我自己投资的 一个重大的这个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做了新的一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就是呢我把我所有基金的定期定额的扣款 都增加一倍 为什么把我所有基金定期定额的扣款都增加一倍 因为第一个呢尽管今年也许股市在跌了 但我觉得再怎么跌呢 今年应该就是一个空头到底的一个时间点了 那空头到底到时间点 那再加上因为去年已经大跌了20%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的这个基金也好股票也好 它的价值买点已经渐渐浮现 只是我们不能确定到底什么是一个最低点 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去确定这件事情 所以呢在定期定额分批买度上面呢 我就采取了一个逢低加码的策略 所以我把我所有的基金啊 定时定额的一个投资呢 全部加大一倍的扣款金额 那我跟各位报告啊 如果我们回测过去十年啊 加权指数啊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 就是说过去十年的加权指数 假设说呢你投资这个指数 你指数性投资了 投资这个大盘 投资加权指数 甚至买一些全值型的ETF 这样的一个投资 我们回测十年 这个十年周期呢 是2012年的年底到2022年的年底 刚好十年的时间 大家可以发现啊 你持有一年 加权指数的这个投资 这个ETF的话 你的赚钱的几率呢 是76% 你的赠报酬呢 是12.7% 如果你持有两年 你赚钱的几率已经高达98% 你的赠报酬呢 是28.2% 如果你持有三年啊 你就百分之百赚钱啊 罢兵也好 一年赚钱 那你的赠报酬几率高达41.6% 假设说你持有五年呢 那你的赠报酬几率呢 高达也是100% 你的回报的这个累积报酬呢 是77.4% 所以持有五年的不单这个百分之百赚钱 同时呢 回报率也非常的高哦 所以在定时定额上面 我倒是觉得是现在今年啊 不失为一个低档啊 持续布局啊 呃你的呃这个就是说 买入资产的一个方法了 因为你也可能不知道买什么个股 或者说 担押个股的风险也比较大 好不如用一些ETF 或者是说共同基金的方式呢 呃在呃今年也许可能股市继续下跌的一个情况之下 呃我们呃做一些分批进场啊 好然后持有这个久一点的时间啊 好可能你持有个三年吧 好过去十年的回撤的资料 告诉我们什么啊 好你的百分之百赚钱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 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金融市场啊 不管台股美股也有也好了 好永远是牛长熊短 熊市呢可能都短到这个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 最多三年就结束了 好三年都非常罕见 好连续跌两年都不常见 好所以牛长熊短 但是牛市呢都长达六年七年八年 好这样子一个长长的长长的一个牛市 好所以只要你度过了这一两年空头市场 你后面就是几乎多赢了 好套句话说就是一尾活龙了 你后面的整个资产又全部的这个翻证 而且呢呃可能在低档布局的这种单位数呢 都会出现很明显的获利的情况 好所以最后呢在呃这个虎年最后一次直播呢 我倒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所谓过去十年回撤不败的 一个策略呢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参考 好那我是阮木华很高兴呢 今年在虎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呢 再跟我们所有亲爱的朋友们见面 也祝大家好 这个兔年行大运了 我们兔年再见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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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